大家好,这里是大树海厨房 今天分享蛋糕的家常做法 不加油,不加水的电饭包蛋糕技巧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,准备五个鸡蛋 第一点鸡蛋要提前放冰箱,冷藏一碗 冷藏后打发出来的效果会非常好 然后将鸡蛋全部打入碗中 蛋清蛋黄,不用分开 再加入300克,蛋糕玉拌粉 玉拌粉里面含有糖,不用再添加 也不用加水,不用加油 也不用加泡打粉 第二点,电动打发 先慢速,打发一分钟 再改快速打发5-10分钟 打发时间越长,产生的效果会越好 打发着这样,流动性比较慢就可以了 第三步 电饭包也要提前预热三分钟 然后倒入蛋糕糊 盖上盖子 如果有蛋糕键就按蛋糕键 没有就先煮粥或者是煮汤按键就可以 时间到了,将蛋糕取出 美味的蛋糕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的蛋糕松软香甜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做菜,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